太近了一個叫做大盤 怎麼大發呢 總個小區一共有1500寶 原生泰大湖去到300寶 整個小區分六期開發 現時是在買第四期 小區周邊的衣食配套 已經是很齊全了 蛤?錢被人凍結了? 綁住買樓的,怎麼辦 這麼算好 大灣區買樓最怕匯款時 資金被凍結,搞到血本無歸? V加擁有合法匯款牌照 有什麼問題 100%由V加賠給你 全港18間分店 超過100位香港經紀 為大灣區置業的香港投資者 提供安全可靠的買賣樓宇服務 有V加,就有我做V加 Hello,我們又見面了 阿佳這次來到珠海後花園坦州 今期和大家看見一個叫做大盤 點大發 總個小區一共有1500寶 我身後的這個湖 原生太大湖 去到300寶 整個小區分六期開發 現時是在買第四期 整個小區現時已經有3萬人 日注我們這個小區 小區周邊的衣食配套已經是很齊全了 對於我們香港的朋友來說 現時這個樓盤最重要是什麼呢 最重要是回香港方不方便 現時我們的位置 去回港珠澳大橋人工島的位置 只需要30分鐘時間 這是現時的 當然 等我們坦州快線開通了之後 阿佳覺得這個時間 簡直可以縮短到20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樓盤的位置 當然 現時這個樓盤 樓下就有我們的新超 超市 還有整個坦州周邊最多的是什麼呢 最多的是珠海人在這邊居住 人氣足了之後是什麼最多呢 我們宵夜店 我們吃東西 我們周邊的農莊 非常之多 當然商場來說 如果大家喜歡行山姆的話 我們簡直可以去回我們珠海山姆 現時這個位置 自己開車過去或坐的士過去 只需要20分鐘的時間 這樣就可以了 事不宜遲 我們去看片 我們來到二帝樣辦間 這邊是89個坊 是一個傳統戶型的樹廳設計 我們先進來看看 89個坊是我們這邊的03和04 朝向是我們這個西南向的 慢慢鎖 現時大陸的發展商 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這隻 就叫做指紋鎖匙密碼 當然高級一點 可能有些聲控 其他的 面容識別 我們這一間是普通一點的 日到來這邊會預留了我們一個叫做鞋櫃的位置 整個樓盤全部都是我們在說正狀秀 加樓標準 家族一跟你講解哪些是沒有的 我們這些長子是沒有的 還有鞋櫃也是沒有的 這些都不是交標的 但是它的位置已經留了 因為現時很多發展商的做法就是鞋櫃不會跟你再做 為何這麼說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整間屋 後期如果你要裝修的話 你要跟回你的色調 變成如果你的鞋櫃的色調 和你整間屋的想法 idea不一樣的時候 可能你需要重新拆過再整個 所以很多發展商現時都不送鞋櫃 這也是一個其中最大的一個原因 整個我們這個飯廳或者客廳的開間 剛才我問了發展商的同事 他跟我說是三米二的開間 由於我們是異地樣辦間 阿佳就不可以拿這些磚頭跟你去確定 因為始終異地樣辦間 肯定是有少少水份的 不知這個樓盤是怎樣 我不敢確定所以不跟大家說 這個就是廚房的位置 廚房位置就是一個很簡單的U型設計 加上我們單開門二百多星的雪櫃位 其實對於一個八十九方的壺形來說 其實是夠洗的 包括我們玻璃的推拉門 升盤 升盤這邊是兩個位置 這一邊就預留了我們耳水器安裝的位置 在這個位置 那耳水器是需要自己買的 那這些櫃都跟我們做好了 就送回我們廚房三件套的 因為這裡寫著 交付為銅等檔次的品牌 所以這個品牌我先不說 有可能是其他品牌的 那價錢可能是檔次的位置 三件套 燒到碗櫃 油煙機和我們燒台 好標準的標配 還有我們上面是有燈的 那就是沒有涼拔這些類型的 這些要和大家說 來回我們客廳 剛才我們問了發展商的同事 企業說3米2的開間 其實3米2的開間是對於89個方的戶型來說 其實它的實用是非常之高的 OK 那這個電視機大家可以看到 是65吋、70吋的所緊租 其實都OK的沒有問題的 但是89真是算可以 但是這個 是否真的去到3米2的開間呢 這樣就不清楚了 OK 那麼我們異地讓萬間 看出去這邊有個很大的壺 因為這個小區是很大的 所以變成我們整個小區中間都有個很大的壺 如果你是圍著這個壺去散步或者跑步 如果你散步 你最起碼是30分鐘起的 OK 所以整個小區非常之大 我們先看看房間 由於是傳統戶型 就做了一個動靜分區 其實這些就沒有什麼說的了 因為阿嘉在發展商之前 一些樓盤都做過的 其實如果是說這個職數呢 其實很多樓盤 都要去到差不多是 說的是九十幾個方才可以做到這樣 那麼他可以壓縮是八十九個方 都算他厲害了 OK 那麼廁所位置 又有一個鏡櫃 是的 那麼就 OK 那麼這裡寫著 非家樓標準 那麼廁所可能不是這些牌子 那麼這些東西 阿嘉都不可以亂輸出 是的 那麼這一邊呢 這邊是我們的推拉門 三段式的 那麼這個就是家樓標準 是的 OK 那麼其實呢都算可以的 還有我們這個磚呢 他都在說了 不是這隻磚 可能是其他磚 所以這個阿嘉不亂說 好 那麼就三間房 這一邊這一間房 其實在看的是我們一個叫做陽台報件 那麼沒有嫌我囉嗦 那麼再跟大家說多一次 那麼就一半呢 介面積一半不介面積 這些叫做陽台報件 OK 好 繼續 客房 飄窗的位置就是全鎮送的 這件事大家都知道的 長布床和空調 全部都是非家樓標準 還有這隻的護營 阿嘉可以了解到 由於它是勢職 它是朝西南向的 那麼它的陽台望出去的景 其實是一個圓景來的 那麼就沒有這個戶景 是的 最後主人房 主人房是在做一個套設的一個做法 因為廁所位置正對著客廳 那麼有些人又不是很喜歡的 那麼這裡大家就啰嗦一點點 這個我們在說廁所位置 那麼這個門口有些人就不喜歡對著我們的客廳 那麼當然了 那麼如果這個位置不對客廳的話 對床呢 對房間呢 那麼有些人又對著床頭呢 其實那些人更加不喜歡 那麼所以呢 對曬戶型來說 你真的沒有要求那麼多 因為它的積數也在 所以你可能 它的一個設計 或者它的擺設 它真的設計師是沒有辦法去 令到我們這個 整個設計更加完美的 所以肯定是有少少美中不足的 OK 這一邊呢 那麼這個洗澡位的位置 我覺得因為它可能是一個圓形 這樣就變得我其實是覺得算OK 但是有少少迫 OK 那麼楚徹 還有我們鏡骨也是正常位 我就不多介紹了 這一邊的主人房 就講的是咪五床 現時擺的 應該是一張咪二床 大家都知道 發展商的床 就肯定是短一點 和它窄一點 因為要顯得整間屋子大 那麼如果是擺一個咪五床 阿佳覺得是完全是補問題的 那麼一個床頭櫃一個咪五床 三邊落床位 再加上我們的衣櫃 完全是夠洗 OK 那麼最重要呢 我們現時這個位置 它是一個叫做全尺寸的一個飄窗位 那麼這裡就全部都是震送的 OK 那麼這一間八十九方太原了 阿佳了解到八十九方這個戶型 三房兩天兩位 那麼它的價錢呢 是可以做到一萬元 是的一萬元左右 視乎這個樓層 OK 那麼這個就會比平一點點 我們看那個 有景那個 和我們現在的南北通透那個 就會貴一點點 一萬元 那麼如果一間下來就差不多 八十九萬九十萬 OK 那麼我們就以八十九萬來計 那麼首期各方面需要多少錢 八十九萬 那麼我們首期就手套1.5成 那麼就只需要十三萬多而已 OK 那麼我們找銀行借 借七十五萬 好我先計算吧 七十九萬二十年 那麼我們先計算過二十年 二十年的話就月供四千五 是的 那麼如果是三十年呢 那麼我們的月供就是三千四 那麼其實在坦州這個位置 那麼可以這個價錢 買過這樣的單位 其實我也覺得OK的 不過坦州這個地方和珠海比 那麼就肯定交通差一點 以及環境差一點 因為珠海始終他整個配套 醫療、交通各方面 就肯定是會比坦州好的 當然那個價錢比坦州這一邊 都會漂亮一點 OK 我們看看下一個回應 看完我們八十九方這個三方兩位 就是看回我們一百一十五 正在做的四房 還在雙羊桌的戶型 OK 一日多來 這個位置其實就是 法治商預留的鞋櫃位置 其實可以看到的 是的 脫了進去一點點 根據你的需求自己去改 那麼這邊就會一間 叫做是以羊桌布建的一個單位 那麼你會見到 那麼其實 已經是我們在說這個玻璃 OK 看看這裏 它實際交互標準其實是一個欄杆 就不是我們一個叫做已經和你封好了 因為這間房子它是以一個叫做陽台布建的 所以這件事大家就需要花少少錢 可能你這邊花少少錢 封這個窗 但是你的房價是便宜了幾萬元 OK 這些就叫做法治商可偷盡偷 OK 這一邊你會見到 就是一個叫做藍北通透 兩個陽台 我們這一邊主陽台是東北向的 我們這一邊的生活陽台是西南向的 會形成一個叫做藍北對流 OK 整個廳的開間 由於是二利讓辦家 街是找發展商的同事去了解的 那就是三米八的開間 就是這個開間 其實電視機你掛長度的話 就肯定是七十五吋以上的 大電視看下去會更加舒服的 好 我們看看這一邊 由於這一邊我們整個開間 我們的客廳和我們的飯廳的位置 全部都是三米八 變成我們可以做我們的餐邊櫃 以及做我們的長桌 當然我看到這個位置 大家覺得擺一張小小的圓櫃 都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它夠闊 OK 這一邊的我們的廚房位 這一邊雙開門的雪櫃位 是可以擺到雙開門的 就隨便的 位置肯定很夠闊 放心 夠了 廚房兩件套三件套 這個可能它沒有放在這裏 剛才問了是有的 一二三件套 加上我們的櫃 兩個很大的升盤 看出去的景觀 就不是這個景 實際的景觀應該是我們一個內原景 因為我們這邊是西南向的 好 先看看我們一個叫做 深入陽台 因為是曬陽台 這一邊就是我們洗衣機 以及我們一個叫做空缸機 可以擺的位置 其實這個樓盤 大家想說多一點點 就是其實它在留的這個位置 可能應該差不多 因為你擺洗衣機 擺空缸機 就要預留的 65公分 其實就可能差一點點 其實都算可以遮到這個位置 OK 我們繼續 當我們的主陽台 主陽台有少少美中不足的地方在哪裏 就是主陽台我們的一個朝向 是東北向的 OK 其實如果這個陽主陽台東北向之後 我們是整棟一、兩梯、四貨的單位 就變成全部都可以在南向有我們的露台 犧牲一百、一十五的小小 始終是南不對樓 就沒什麼所謂的 還有這個壺形最大的特點是什麼呢 就是望出去的view 由於我們是異地讓賣間 但是我現在去了解過 主陽台望出去的view 其實就是正對我們這個壺的 等於全部是望壺景的 因此我們在賣的是第五座和第六座 是的 因為這些單位 一、一、五的單位 它賣得比較火熱 所以它剩的貨量可能不是那麼多 先到先得 看看我們的廁所位 公設 標準東西 就不多介紹了 因為每個樓盤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這邊阿街都覺得是差不多的 這邊的位置就比剛才八十九的 闊很多 可以看看我的身形 還有這邊的震送的飄窗位 你可以放很多沐浴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防水的箱 阿街在家裡又放了防水的箱 看看我們三間房 剛才看了一間陽台報見 另外那三間都是正常的報見 我們看看這間 這邊這一間 就是一間最小的那間戶型 那全赤寸的露台 飄窗位 全部震送的 加上我們打橫擺的一張床 是的 那如果你是喜歡它這種設計 或者可以是利用這個飄窗位 我們做個踏踏米 那其實都OK的 這些看個人喜歡 OK 那麼就看看另一間房 那麼這一間房 那麼我們看出去其實都是有景的 OK 那麼就看下去就東北向 那麼看下去樓下會有這個湖景 那麼其實都算OK的 一個床頭櫃 五床三邊落床位 加上我們的衣櫃的位置 那麼其實呢 這個設計都算合理的 好 最後看回我們主人房 主人房 那麼這個主人房 跟剛才我們看的八十九個方的主人房 會有少少不同 少少不同的是哪裏呢 那麼就視乎於你的情況 家裡的情況 那麼如果我們女主人呢 是真的有很多東西要擺的 那麼不要緊要 我們有四間房 我們可以拿一間房出來做衣務 間都是沒有問題的 OK 那麼就看回我們這個廁所位置 那麼主位叫做 那麼就其實跟我們客位的標準配是一樣的 那麼這邊樓盤 大家可以說多一點點 它比普通的正常的樓盤 它會多了一個刷頭位 是啦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位置 下面是預留的電動馬桶的位置 上面這條預留了一個位置 那麼這個位置呢 其實你可以後期加裝我們一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我們有電的 可以空乾我們毛巾的那些掛件 放在那裡 那些毛巾就會乾得快一點 OK 那就看個人需求 看你需不需要用到這件事 OK 我們的窗的位置一樣 都是看回我們這個叫做 東北向都是看回我們這個叫做 有水景的單位 好 最後了 看回我們的單位 我們這個單位究竟是賣什麼 那麼阿佳剛才去了解過 那麼這個單位 如果你說要一些漂亮少少的樓層 那麼其實是要去到 12,500左右的 OK 我們就以12,500左右去計算 那麼乘回我們這個積數115 那麼就143萬的 OK 那麼現在我們首期就是去到 21萬、22萬這樣的 好 似乎於樓層的高低的價錢 是會有少少不同的 OK 那麼我們找銀行借多少呢 那麼銀行借做121萬 那麼阿佳跟大家算一下 121萬 那麼如果是30年 那麼我們就是5,300的預供 那麼如果是20年呢 如果是20年呢 那麼我們就是6,900 7,000元有找的 那麼我們一個預供 那麼其實這個戶型呢 其實阿佳剛才有了解過 是會比較熱燒一點點的 怎麼這麼說 因為這個樓盤 周邊的一個配套 已經很成熟了 以及整個樓盤 它是已經賣了差不多10年了 它很大 是的 那麼總共分5期的 因此是在賣第四期 那麼所以我們樓下的一個 買菜、超市 這個各方面已經是很齊全的 那麼所以呢 如果你說在這個樓盤 買了是打算退休生活 那麼其實呢 我認為樓下是非常方便的 還有在樓下這個位置 去我們廣珠澳大橋人工島 其實都是很方便的 因為我們都在珠海的隔離 坦州而已 那麼當然了 這個樓盤也有很多珠海人買的 因為他們買來做甚麼呢 因為珠海的樓價貴 那麼珠海消費不起 那些人就趕快湧過來坦州這一邊 那麼當然了 整個坦州的一個交通 或者是一個醫療配套 始終都是差近一點點的 那麼這句阿佳都是說 說自己真心說話 那麼如果你說只是考慮 這個我們叫做甚麼呢 我們叫做到家或者養老 那麼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學校其實對於我們港人來說 就真的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交通呢 其實就周邊的路可能會差一點點 但是呢 現時的中山政府和珠海政府 那麼它是慢慢慢慢會對我們的路面 會進行一個升級的 那麼阿佳覺得將來的 沒有些時間或者幾年後 那些路面會越來越好 還有 坦州政府呢 由於整個片距 它是真的很多珠海人居住 他們一個叫做居住的一個氛圍 或者我們周邊的一個夜市生活 是非常之OK的 那麼這件事阿佳就親身經歷過了 因為阿佳是住在 我們珠海邊邊探周邊的 有時候都會過來探周這邊吃宵夜的 那麼其實呢 整個周邊的人氣是非常之足的 這個是百分之百可以放心的 即是買了這個樓盤 不怕沒有人住 是的 這個樓盤是真的很多人住的 OK 今期呢 就去到這裡了 那麼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興趣的朋友呢 其實可以撥打上面阿佳這個電話 阿佳帶你太靚盤 阿佳跟你實地考察 這個盤究竟適不適合你 今期再見了 拜拜 阿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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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佳